小猪罗志祥和内地网红周扬青交往9年 上个月女方在微博宣布两人正式分手 更公开指责小猪在拍拖期间多次投吃 和旗下女艺人化妆师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甚至和朋友进行多人运动 令小猪形象扫地 工作被全面取消 三早前小猪已经就分手事件 在网上公开回应及道歉 大家也以为是件告一段落之际 小猪突然在5月20号早上9点12分 在微博发表7000字长文 回顾两人的甜蜜时光 不少网友还发现小猪这个发文时间 正是周扬青生日9月12号 加上520的谐音 解释出来的暗语就是我爱你周扬青 令不少人觉得小猪力求复合 而且整篇文章都是用简体字 似乎是呼应女方曾经为了她 努力学繁体字的说法 这篇长文将她们拍拖9年的爱情故事 分成20日 细数她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家长 小猪也按时拍拖期间 碍于艺人身份 很多时间无法像一般情侣那样公开放山 所以她也在文章中曝光多张两人亲密合照 最后再向周扬青道歉 我要再一次的跟你说对不起 我错了 小猪的长文发布后立刻登上热搜 大批网友涌入更一度令四伏其瘫痪 虽然大家对小猪的发文态度不一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女主角周扬青会怎么想呢 第二次见面